在加拿大读书可以全职工作吗? 有没有禁信吗? 快点看我们的《移民好头条》了解详情 《移民好头条》你给我一分钟 我给你最新的移民资讯 我是你的报导员罗立光Angelo 加拿大移民部长Mr. Sean Fraser 在2022年10月7日宣布 解除所有留学生每星期只能工作20小时的限制 由2022年11月15日至2023年12月31日 所有在加拿大境内的国际留学生 他们要从事校外工作的话 不会再受到每星期20小时的工时限制 这新的措施包括所有验证申请学生签证的申请人 加拿大移民部长希望通过这新的措施 能够解决加拿大努工短缺的问题 但移民部长也提醒各位 你们一定要平衡工作和读书的时间 Annex在这里提醒大家 你千万不要挂着工作而忘记了读书 因为你上课的出席率和上课的时数 是会直接影响到你申请加拿大永久居民或者PGWP 万一你给加拿大政府界定你不是全职学生 即是说你放得太多时间在工作 他就会拒签你了 所以大家必须要注意平衡工作和读书的时间 以上资讯以加拿大政府公布为准 祝大家申请顺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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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